嗨,我是雅雅 你們有曾經皮膚大受損過嗎? 不管是因為換劑 或者是擦到不適合產品 例如說太濃的酸淚 甚至是美白產品 我都可能擦到紅腫過敏 所以紅腫發炎 脫皮自動感 這些都常常發生在我身上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爛臉時期SOP 只要四個步驟 衝膚羞羞 就可以快速的減換 你的皮膚不舒適的感覺 第一步就是我們的衝 衝掉刺激物 假設你是因為擦了什麼 而紅腫過敏的話 例如說濃度太高的酸淚 或者是太刺激的美白產品 甚至是會傷害皮膚的化妝品 你就要先用大量的清水去沖掉 或者是用卸妝產品先卸除 像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time ago 我曾經買了一個超大牌的化妝水 大家評價都非常非常好 用了皮膚都變漂亮 變年輕變美 我一開始都是按照它的用法 就是當化妝水 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是好像效果不到 那麼明顯 我就上網看到了偏方 大家說拿來濕敷效果更猛 所以我就是直接豪亮的給它濕敷 大把大把的吞下去 我一開始濕敷就會感覺 好像有點溫溫熱熱的 還以為它要起什麼魔法效果了 後來越來越不對勁 好像開始燙 然後開始刺痛了 我才撕開一腳 發現我整個臉都是紅腫 紅到跟關公一樣的 然後因為臉真的是太灼熱感了 我就是用那種很冰的冰水 超級舒服舒緩的 這樣子狂衝之後 真的那個刺痛感下降很多 所以有一些產品 裡面含有很微量的酸類 或者是酵素 那這些一般使用大家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暴敏感跟我一樣 然後你拿來濕敷濃度太高 就可能出問題了 所以說真的大家就是要按照 產品上面的指南 使用方法跟使用的量 不要用力過猛 反而有反效果 畢竟變美真的不是你一天 就可以馬上變美的事情 保養你就是要慢慢的 改善你的皮膚 又不是說像化妝品 可能你馬上擦上去就有效果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透過化妝 就馬上變美 非常推薦大家使用鴨鴨的眼 不准 那如果你是需要卸妝的話 你要記得 卸妝產品 不管是卸妝乳 卸妝油 你要用量比平常大個 一兩倍以上 因為這樣可以大大的降低 對皮膚的摩擦 就不會有二次傷害 而且千萬要記得喔 不要使用熱水 用微涼的水就好了 第二步就是我們的膚 濕膚生理食鹽水 這一招也是醫生教我的 每次都很有用 你洗完臉之後 你就用這種壓縮面膜 然後搭配勝利食鹽水 然後把它沾濕 敷上去之後 大概敷個五到十分鐘左右 千萬不要敷到都乾了 你要保持它一直是很濕潤的狀態 不然反而會吸走你臉上的水分 因為皮膚受傷紅腫的時候 都會特別缺水 就會容易有癢不舒服的狀況 這一個是比敷任何面膜 都更成分簡單 萬無一濕的方法 我覺得它舒緩刺痛 不舒服 跟癢的效果很不錯 像我人生中第一次大脫皮 我記得是在大學時期 那時候杏仁酸剛紅起來 然後我也馬上跟風的就去買一罐 我記得我擦的時候 當天晚上 我沒有感覺特別刺痛或紅腫 可是我隔天上妝才發現 原來我整個臉都大脫皮了 大家知道嗎 有時候你亂擠痘痘粉刺 也是會造成旁邊就是會脫皮 會有白白的翹起來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是我越擠打怪了 我一下子就調那種濃度最高的 因為大家知道皮膚其實是可以訓練的 比小孩好訓練啊 如果你是擦像那種亮白杏仁酸 或者是帶些痘痘粉刺的水洋酸 甚至是抗老的A醇 這些你都要從最低濃度的開始挑戰 可能先三天擦一次 再到一天擦一次 然後再慢慢的提高濃度 就有點像那種溫水煮青蛙一樣 你皮膚就可以比較好的適應 如果呢你一下就想說 當然是要擦就要擦最濃的效果越好 反而造成皮膚不適應整個大脫皮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使用類似的產品 記得大家先從新手春的濃度來開始訓練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如果你是擦像杏仁山水洋酸這些 他們有的都會說 你在化妝水之前就可以直接先擦了 可是這樣子往往低濃度的 對敏感肌來說還是太刺激 那你就是可以先上一些化妝水 等於說稀釋了一下它的濃度 然後再上這個 皮膚就會覺得更溫和更好適應 第三步就來到最重要的修 就是 修護保濕 像上次工作 我是被揮發性的溶劑塗滿整個臉 然後再像扒皮一樣撕除 我整個臉刺痛到不行 完了我毀容了 剛好在跟背負代碼的公關聊天 他們就快遞了一組他們家的 書名保濕系列要來救我 那其實裡面這兩罐 我是早就已經空瓶一組了 那那時候我只覺得 它擦起來好好吸收 然後保濕 皮膚穩定 亮白感 我不知道它的修護效果這麼厲害 經過前兩次的慘痛經驗 我發現我都沒有學到教訓 因為接著我又去嘗試了醫美 那那時候就直接做了 醫生推薦什麼我就做什麼 他說做了這個侵入性的療程 可以讓皮膚馬上變細緻 然後毛孔變小 那時候也沒有爬紋 就傻傻的做 結果做完我發現 比我現在常做的那種皮苗 真的臉爛了三倍油 然後比我這次有機溶劑用到 還要再爛兩倍 而且它的傷口不只是紅腫而已 它是直接是一直濕濕的 它都不結痂 還是有點濃的感覺 後來也是我慢慢的吃藥加擦藥 然後加擦一個 我當時也是蠻信任的一個品牌 推出的修護產品 那那個產品 我這次第一時間這樣子受傷之後 也擦上了它 可是呢 怎麼會竟然會有一點點微微的刺痛感 就讓我想到我前面不是敷一個化妝水 整個紅腫的那種害怕感就湧上心頭 我就趕快再去沖水把這些沖掉 可是我用了背膚代碼 竟然完全完全就一丁點都沒有感覺 完全沒有刺痛感 很舒服的 那這個呢我是在受傷的隔天收到就馬上擦上的 天啊你知道擦起來 完全沒有任何的刺激感 非常的舒服 這真的在爛臉時期很難得 因為在受傷的當下 其實工作人員有馬上拿出他們手邊 覺得很厲害的舒緩產品要幫助我 但是可能因為我的皮膚真的是爆炸爆炸敏感型的 所以呢真的幫助不大 在皮膚脆弱的時候啊 真的要提醒大家要選擇 像背膚代碼這種是無香料 無酒精的產品 對皮膚呢才不會造成二次的刺激 所以受傷隔天呢 我是先擦了滿滿的 舒敏保濕化妝水 讓整個臉是屬於濕潤保水的狀態 這一個呢也是沒有香料 沒有酒精 而且它還是PH5.5 非常的溫和 全臉都很濕潤之後呢 我們再擦上這個修護的小紅精華 它的質地呢是乳白色 是有超高的流動性 擦的時候啊 臉幾乎零摩擦就抹開了 很多修護精華其實都偏黏偏厚重 就是你要用力的去塗抹 我覺得擦的時候啊 要沒有摩擦力 對皮膚少一次刺激很重要 它呢一樣是無酒精無香料 甚至連防腐劑都沒有 裡面有關鍵的修護成分 藻翠激活霜生態 它是很多萬元乳霜都會用的 深海紫萃因子 搭配二次生態 那講那麼多呢 簡單來說 它就是可以啟動肌膚自己的自我修復力 同時呢 它裡面有小分子玻尿酸跟紫萃角砂 它就是很輕膚的 可以快速吸收 讓肌膚有保濕保水的狀態 擦後呢也是很清爽好吸收的 91%都是仿生的成分 就是最接近肌膚自己原生的成分 所以可以更快速的被肌膚吸收還有修護 背膚代碼其實有一個很酷的 肌膚仿生專利 因為很多品牌呢 都是用外來的菌去平衡肌膚的好壞菌 但是呢 它們是用仿生的技術 讓肌膚修護到最自然啊 健康的狀態 因為怕肌膚太乾燥 所以接著鎖水呢 會輕壓一層修護小紅霜 它的質地呢是很輕盈的乳霜 一樣修護力很強哦 這兩款呢 還有90%高濃縮的紅樹微草多酚 可以去修護自己的敏感根源 讓肌膚呢有舒緩的作用 它呢是完全無香料 可以很舒服又透氣的鎖住水分 不會悶黏厚重哦 很輕薄哦 如果平常啊 皮膚狀態也沒有這麼糟的話呢 其實單用精華效果就不錯了 但是呢 當然兩罐搭起來啊 效果更強 其實背膚代碼的產品啊 除了超級溫和之外呢 它們生產的產品啊 使用的水分呢 是深衣級的唇水 九重的過濾程序啊 比一般的保養水更乾淨 可以盡量杜絕任何的致敏因子 我覺得它們在修護舒敏方面 真的很厲害 我在擦了之後呢 過三小時再去看臉 哇那個紅感 明顯退了有三成以上吧 整個大驚艷 連擦了三天呢 我覺得不健康的泛紅感 退了80%油了吧 整個臉呢 都變得透亮了起來 如果啊你們跟我一樣是敏感肌 同時在尋找可以讓皮膚修護 有抗氧化保濕舒緩作用的保養品啊 背膚代碼真的是好選擇 經過這一次的考驗啊 我真的更確定了 它是一個厲害的好保養品 那最後第四步修 就是讓肌膚休息 盡量啊就是不化妝 然後用清水洗臉 如果你手邊沒有適合溫和的防曬產品啊 真的建議大家就直接出門的時候 用物理性的遮蔽 戴一些帽子啊 撐一些陽傘 還有吃的方面啊 不要再吃一些刺激性的 很辣的啊 或是炸的重口味的 還有啊 我覺得吃維他命C 也可以幫助傷口復原的更快 以上呢就是我爛臉時期SOP 四個步驟 衝膚修修 大家記得 那如果呢 你按照這樣子去做啊 兩三天還是覺得皮膚完全沒有好轉 一樣糟糕 甚至是更糟糕 千萬一定要去看醫生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 爛臉時期的SOP 大家真的要記得啊 不要跟我一樣越級打怪 然後愛美是要一天一天慢慢改變的 不要想說愛美心切 一定要馬上有效果 那這次呢 背膚代碼也有提供抽獎 他們有給我們精華加上乳霜 總共三組名額哦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開資訊欄來參加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咯 我們下次見 掰